我這次所說是用《適經》的方法正確明白末期和大災難 因為在末期的時候有很多人有些奇異的教導 甚至沒有說過 但他們覺得他們很熱心 譬如有些人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些人說打這個疫苗是受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他說你已經受了受孕 你要悔改 聖經說到受孕是不能悔改的 凡是受孕拜受的人 他們的份就在流浪的火候裏 他們就會說大災難已經開始了 因為這個受孕開始了 我稍後會回應這些問題 和回應關於末世不同的問題 首先我們明白有兩個字 在英文來說有兩個字 解釋聖經 第一個左邊是Exegesis Exegesis是甚麼意思呢? 是用聖經去找聖經的解釋 即是研究聖經 第二個右邊是Exegesis 就是把自己的意思放入聖經裡 找一些經文去配合他 甚至他們不是用適經的方法 只是想找一些支持他的地方 其實有很多時候 人們都會用Exegesis 把自己的意思放入聖經裡 這是錯誤的 首先第一點 大災難不是七年 有些人說大災難是七年 為甚麼你說不是七年 根據是根據甚麼呢? 彈禮書第九章二十六節 那裡講到過了六十二個七 這個受高者必被剪除 因為這裡預言到關於基督 他便被殺 受高者被殺 有一皇的文 翻譯英文就是 The people of the prince 即是這個王 他們的人民 他們的人民 來毀滅這個城 以及聖所 毀滅耶路撒冷和聖跌 至終必如洪水沖滅 這個講到主要七十年 耶路撒冷被毀滅 必有爭戰一直到底 方良的事已經定了 講到這個方良的事 一直都會打仗到底 由一七之內 他必與許多人堅立 堅定盟約 一七之半 他必使祭自與貢獻止息 然後呢 然後 那行毀壞可憎的如非而來 這個行毀壞可憎的 就講到敵基督 即是敵基督 這個末世的時候 是敵基督 在當時來講 他們因為被毀滅 即是耶路撒冷被毀滅 但其實當時來講 是未應驗的 到末世才應驗這個 行毀壞可憎的如非而來 有憤怒傾在那 行毀壞的身上 直到所定的結局 就是他會被毀滅 這個後面講到行毀壞可憎 這個就是敵基督 但前面 第二十七節的他 是誰呢 這個最重點 他們判定了這個他 就是下滅行毀壞可憎 就是敵基督 就是他一看的經文 他已經說這個是敵基督 他就說敵基督 在前三年半 和很多人堅定盟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件事 他說和很多國家堅定盟約 然後他就停止祭祀 但你看上文是說什麼 上文的他是誰呢 受高者必被剪除 這個基督被剪除了 然後一旺的文 那些人文是中數的 是中數的 就是單數只有一個就是受高者 所以這個他是誰呢 按照你釋經 他是基督 是受高者 因為那裏只是說一群人 那些黃的民走來攻擊以色列 就不是說一個人 就是說我用一個形容 基督要來了 基督被人殺死 就有一群人走來毀滅耶路撒冷 然後這個他就繼續去做他的工作 耶穌死了怎麼可以繼續做工作呢 但是我們知道耶穌死了 但是活著 他就很多人堅定盟約 這個盟約就是新約 就是很多人就信耶穌了 就進入這個新約 還有他使祭祀公獻指釋 有些人說 這個就是敵黨神 但你留意新約是沒有獻祭的 為什麼呢 因為耶穌已經獻祭了 所以是再沒有獻祭 他使祭祀指釋 是因為新約再不需要獻祭 我們犯罪不需要獻祭 然後 這個行為壞可憎的敵基督出現 你看看經文 如果你不是有先見 因為有些人一解 就解了這個他 就是後面的敵基督 但是前面還沒有說敵基督 他就說了這個是敵基督 所以這個就是解錯經 引致很多人以為有三年半的小災難 就是敵基督出現 就跟很多國家堅定盟約 由三年半就開始做他要做的事 但是你留意在聖經裡面說到這個瘦的時間 是42個月 只是說42個月 並沒有說到7年 42個月就是3年半 瘦的時間是3年半 並不是7年的 所以這個就是一些人的錯誤解釋 第二點就是大災難未開始 很多人就說開始 並且我聽說已經過了很多年了 因為這個疫苗已經打了很久了 所以大災難已經進行了 我們看看第二印 在啟示錄第六章說的第二印 第二印出來有什麼特色呢 就是紅馬 有權兵被騎馬的 我們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 什麼叫奪去太平呢 就是再沒有太平 現在我們仍然有太平 這個世界大部分的國家都不是在打仗 所以這個經文是未應驗的 未曾開始這個大災難 現在來說根本 你又可以吃又可以喝 也沒有敵基督要你拜祂 也沒有說你要受受印才可以做買賣 都未曾開始 所以完全是未開始的 但有些人就說已經開始了很久了 這個就是他們的解經 還有他們有些教導 很想吸引很多人去跟從 第二 跟著第四印 就說到這個灰色馬 它是會死四分之一的人 其實現在世界人口不止七十八億 現在是八十一億 中國人口是十四億 死了四分之一 即是死了二十億左右 有些人說那些什麼疫苗死了很多人 新冠病毒死了很多人 死了多少人呢 一千萬左右 一千萬和二十億是相差多少倍呢 是很多倍的 二十億和一千萬是相差很多倍的 所以根本未發生、未應驗 到時候你全都知道 地上奪去太平 周圍都打仗 還有死了這麼多人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就是大災難 已經開始了 但你不用怕的 因為神是保守的 好了 另一點很重要 就是大災難不是魔鬼開始 因為有些人說是魔鬼開始 但聖經說是神開始 但有些人馬上說 為何神要開始呢 我稍後會解釋一下 首先看到頂上寫著 七印、七號、七雷、七碗 都是神開始的 第一那裡說到七印 是羔羊由大的獅子配開這個七印 即是基督開七印 然後呢 第二那裡 啟示錄八章二節 就是七位天使拿著七支蠔 準備要吹 就是這個七號 所以是天使開始 不是魔鬼開始的 跟著第三 有個七雷 就是有個大力的天使從天降下 大聲呼喚 就是有七雷 所以又是天使開始的 跟著第四 啟示錄十六章 就說到七位天使 就將這個神大怒的七碗 倒在地上 所以這個不是魔鬼開始 亦都是天使開始的 所以所有大災難發生的事 都是神開始的 然後呢 諸王、獸和敵基督的權兵 都是來自神 不是來自魔鬼的 即是權兵不是魔鬼來的 我們看這幾個經文 我們看看 第一就是羅馬書十三章一節 因為沒有權兵不是出於神的 即是所有權兵都是出於神的 抹後日子大災難的權兵都是出於神的 看史錄十三章五節 你看看一個經文 由賜給他這個獸說誇大洩毒的話 由有權兵賜給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 這裡說到獸只是四十二個月而已 那這個賜給他 是誰賜給他呢 在聖經裡面說到賜給他 這個是說到神的 因為神有神才能夠有權兵 不是獸的 下面更加清楚的 就是啟示錄十七章 但我們先看十三章 十三章七節 由任憑他與聖徒爭戰並有德性 又說權兵賜給他 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國 所以這裡也有權兵給獸 去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國 現在還未發生 有些人說已經發生了 何時有一個地方制服全世界 是沒有發生的 由十七章十七節 啟示錄 神使諸王同心合意 遵行他的旨意 把自己的國給那獸 直等到神的話都應驗 這裡說到是神令到那些王 同心合意 將他們的國給這個獸 這樣做的時候是遵行神的旨意 那你說為何神要做這件事 等一下會解釋 為何神令到這發生 不是神令到邪靈犯罪 即是魔鬼犯罪 不是神令到他犯罪 但是神令到這些事情發生 即是那些權兵會交給獸 是神令到這些事情發生 不是神令到獸犯罪 獸犯罪是祂的特色 祂引誘人是祂的特色 但是神讓祂有這個權兵 所以這裡第十七章十七節 很明顯是說到 是神令到這些事情發生 是神給的權兵 我現在回答這個 為什麼有大災難 首先我解釋 只是我個人推想 但是有些人說 你推想 聖經是否真的支持 我會這樣說 裡面有些部分 聖經雖然沒有說 但是我講出來的時候 並沒有違反聖經的教導 第一點 大災難的時候 聖經的預言很快應驗 還有神的能力彰顯 為什麼神的能力彰顯 有兩個見證人 出現一千二百六十日 這個聖經已經說了 他一直宣傳神的畫面 還有誰攻擊他 他口中有火噴出來 所以這個很明顯是神的能力彰顯 聖經很清楚說 很多預言應驗 有敵基督、有獸印 有不同的預言應驗 都是很清楚應驗的 所以是神掌管 更加被人看到聖經的可靠性 更加容易傳呼音 你看看 哇 獸印出現了 聖經就說明了 那你是不是要受這個獸印 你可以跟他傳呼音 雖然他可能不相信 因為人硬心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阻止他 但是我們是可以去傳 然後邪惡勢力更加明顯 令到有些人覺得很失望 譬如有世上的宗教 我不說的名字 他是用很多方式殺人 已經殺了很多人 有些人因為他殺了那麼多人 所以反叛這個宗教 覺得沒有理由 他就問神 結果在祈禱的時候 結果看到耶穌 原來有些邪惡的宗教 或者魔鬼的勢力 反而令到人們失望 他們就會去尋找神 所以有些人會尋找神 而第三 聖經有說到 《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二節 在受逼拜的時候 聖靈會指教我們當初的話 而在大災難時期 是有基督徒在的 基督徒仍然存在 所以聖靈也會教我們 如何生存 如何生存 如何有食物 如何有食物 現在我們不知道 可能神就說 你可以吃草 吃泥 吃石 神也可以 或者神叫我們不用吃東西 神也可以做這件事 所以在這個大災難時期 更加基督徒只能夠倚靠神 如果拜壽 到有一天 真的出現敵基督的勢力 逼你要拜祂 你不拜祂 就不能買東西吃 不能賣東西 不能做生意 不能做工 這樣的時候 如果你受了這個壽印記 拜祂 後果是流氓的火狐 所以你知道 你千萬不要去拜祂 並且你知道基督徒 你一定要幫祂 堅定拒絕 不要… 因為要賣東西吃 所以祂就去拜壽 即是我們基督徒 要站路得穩 平日靠耶穌得力 還有耶穌在馬太福音二十四 二十五章的說話 講明末後的次序 就讓我們看到什麼次序 馬太二十四、二十五章說到 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 然後呢 他需要明白 這個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 是否真的 即是站在耶路撒冷 還是教會 我們要去分辨 去留意到時是怎樣應驗的 然後呢 就有一個大災難 從來未試過有一個大災難 由日頭變黑、月亮不放光 眾星聚落、天勢震動 這個已經是末期的了 因為你到那時候才相信耶穌 不過耶穌未出現也有機會的 但是如果受了受印記 就沒有機會了 然後那些萬族就看到 人子降臨就哭了 人子降臨就好像 羅雅洪水的時候被人衝去 然後呢 在那時候 聖經一會兒我會看的 那時候兩個人在田裡推磨 兩個人在床上 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所以這個就說到是被提的 在那時候 那些人就會被提 然後就是忠心的仆人和惡仆人 就會見到耶穌回來 見到耶穌回來就會受審判 所以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什麼呢 就是在耶穌回來的時候 基督徒是會被提的 好了 而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基督徒在大災難之後被提 因為這個教導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將那些教導 濃縮、濃縮、濃縮到最簡單 五點 很簡單的 每一點是一張照片 或者兩張照片 我希望大家記得 為什麼呢 你需要向人解釋 因為太多人在網上 全部都是說災前被提的 英文的 是有反對這件事的 英文它就說 看聖經根本是沒有說這件事的 是有些人推廣之後 人人就以為這個就是聖經的說話 其實聖經沒有說的 我現在給大家看 有幾點 第一這個是 首先給大家預備 上面那些字 一起讀 保羅復活、改變、被提 和與主相遇或聚集是同一時間發生 它是什麼意思呢 保羅復活不會復活兩次 復活它就改變了 就被提了 然後跟主耶穌一起或者聚集 又再死過又再復活過 是連續的 即是 他復活了 保羅和那些 不只是保羅的 我簡略地說 保羅和基督徒 一起復活了 復活之後就改變了 就被提了 跟耶穌一起 去與主相遇或聚集 都是同一意思 所以 聖經所說的 這些不會發生兩次 復活 會不會復活兩次 會不會 保羅復活兩次 復活了 有新的生命 又再死過又再復活過 不會的 被提 不會被提 又下來又再被提 與主相遇 不會相遇 又再分開 因為在貼前四章講到 要永遠和主同在 所以聚集就在一起 我這裡就講出 下面那裡講了 貼後二章一到八節講到 主降臨廢尿敵基督 和保羅與主聚集 所以這個聚集即是被提 與他聚集 第二就是 在貼撒人家前書四章 十五到十七節 講到主降臨 保羅會復活 被提 在空中與主相遇 和主永遠在一起 而在臨前十五章 講到保羅復活和改變 這幾處經文 第二處經文 貼前講到復活 被提 臨前講到復活和改變 復活只有一次 所以這兩個經文 就是同時應驗 因為復活只有一次 所以貼前四章復活 和臨前十五章復活 是同一事件 所以是連串發生的 由同主聚集 和與主永遠同在 都一樣 所以這三個經文 是同時應驗 下面那裡解釋 我剛才講完 就是復活只會一次 和主聚集一次 所以三段經文 是同時應驗的 好了 現在我用五點 第一點 貼上後書二章一節 經文說什麼呢 抬到主聚集 誘到主定還降臨 試系人 erved for Rich 是發生的 你會向主聚集 注入聚集 睇腺 耶稣从经文解释经文 就是耶稣回来由我们聚集 没理由聚集才到回来 但很多人说先聚集 被提先由先 耶稣回来 其实经文是说到降临 由我们聚集 然后那个日子 他说的日子就是说到耶稣回来 那日子之前有来到反教 很多人离开真道 还有这个大罪人 就是迪基多 沉伦之子 他会自称为神 并且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 由耶稣亲自用口中的气灭绝他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这个敌基督 所以耶稣回来 然后聚集 聚集什么时候呢 就是耶稣废掉他 敌基督什么时候活跃呢 就是大灾难 大灾难时期 就是敌基督活跃 所以 基督徒什么时候被提 就是大灾难之后 就是耶稣回来用荣光废掉他的时候 下面那里贴线前书四章十七节 是说到永远同在 所以这个永远同在 就是和上面的经文所说到的 聚集是一样的 聚集和永远同在 即是和耶稣聚集 我们现在会合 旅行会和领队会合 我们现在和耶稣会合 会合就是和下面的被提 一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经文所说的 就是说到我们和耶稣聚集 什么时候聚集呢 就是耶稣用降临的荣光废掉 敌基督 就是说他这三年半已经过去了 这个大灾难已经过去了 那时候他再没有权势了 所以这个经文是很清楚地说到 是耶稣回来 在这个大灾难之后 我们被提的 第二点 就是基督徒被提在 死被得性吞灭的时候 是在大灾难之后 将来基督徒有什么经历 三样东西 復活 改变形象 被提 Joy分享也有说到改变形象 臨前十五章五十二节 就说到耗筒要响 就说到这个是抹刺耗筒 稍后再说 死人要复活 又要改变 然后贴前四章十六节 就说到复活 所以这个复活和那个复活是一样的 就是保罗复活 还有大家看到个我们 有没有看到个我们 绿色字 黄色底 两个经文都有我们 还有上面也是 上面的经文 不过我不是用个黄色底 你看到绿色字 上面有绿色字 下面有绿色字 都是说到保罗有份 保罗只能够复活一次 在这里就说到保罗会复活 然后我们也要改变 下面就说到复活 所以这个是同时发生的 在临前十五章五十二节 说到什么时候发生呢 就是死被得性吞灭 你想象一下 我形容一下 假设这只猴子 就是死亡 神将它吞灭了 没有了 吃了 即是没有死亡 大灾难 基督徒也会死 都会被杀 所以死被得性吞灭 什么时候呢 大灾难之后 再没有死亡 即是基督徒什么时候复活呢 以及改变 以及被提到 就是死被得性吞灭 就是大灾难之后 这个就是第二点 第三点 末次浩童 在马太二十四章二十九节 有说到灾难过去 耶稣说的这段经文 满族要哀哭 人子降临 架着天上的魂降临 有浩童的大声 原文都是三个字 浩或浩童 都是Selpik 4536 你上网找4536 Greek G-R-E-E-E-K 就会找到这个字 即是好像今天的喇叭 不过跟我们今天用的喇叭 肯定不同 这个是熟天的喇叭 那就是说到 耶稣回来 大灾难之后 耶稣降临 那时候有这个大 一个喇叭的大声 为什么我们知道是真的有声 因为在贴前四章十六节 有说到大响声 有天使掌的声音 和这个号筒 所以是说到三种声音 所以这个号筒是真的有声 是七次的 是我们每个都听到的 所以到七号的时候 每个都听到的 忽然间很大的响声 全世界都听到的 好了 耶稣讲的号筒 保罗又讲的号筒 那保罗讲的号筒 和耶稣讲的是不是一样呢 你想一想 耶稣先讲号筒 又后来才到保多 保罗信了耶稣之后 做了基督徒 做了仕途 那他一定要认识耶稣讲的说话 是吧 他没有理由说 耶稣讲的什么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没有听过 他一定会 即他亦都同神领受 但他亦都会 当时他们记录的 关于那些新约圣经 记载福音 福音书 他都会重看 他重看的时候 他知道耶稣有讲过这个号筒 然后神就启示他 在耶稣回来有号筒 这个很明显是同一个号筒 因为如果不是同一个号筒 他说譬如有另一种号筒 吧吧吧 这个 假设 神就说 你的号筒不是耶稣的号筒 是另一种号筒 如果有一种吧吧吧 那张号筒 就是示范给你 这些是哒哒哒的不同声音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圣经就应该讲是另一种号筒 但圣经没有讲到另一种号筒 只是一样讲到用希列文的字 也没有提到另一个号筒 所以这是同一个号筒 好了 好了 臨前十五章 号筒 末次吹响 末次即是以后还有没有号筒 没有了 最后一个 即是没有一个号筒 辞过他 其实圣经讲到七个号筒 即是第七个号筒 没有一个号筒辞过他 那马太的号筒 会不会辞过他 不会的 没有一个号筒辞过他 所以马太二十四章的号筒 也不会辞过他 而马太二十四章的号筒 是什么事之后的 是大灾难之后 耶稣降临的时候 这个号筒 所以末次号筒是什么事呢 就是耶稣回来 世界末期大灾难过后 而圣经很清楚说到 两段经文都说到号筒 而这个是末次号筒 是大灾难之后 因为马太夫所说 大灾难已经过了 是耶稣降临的时候 在万族的眼前 他们都哭了 那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大灾难之后 这些经文都很清楚 其实清楚到不得了 我曾经用这些 去跟一些人说 他们信开灾前避体 他是说 为什么你这么执着圣经 我就会很奇怪 那你信什么 他信人传开灾前避体 那你信人 你不是信人 我们信圣经 圣经会不会把最重要的 不说 最重要的就是说错 是他们才说对的 会不会这样 是不可能的 圣经说的才是 我们信仰的根基 所以 我试过跟一些人说 他们是不肯面对这件事 这是非常可惜 因为他信开灾前避体 他真的有一个牧师说 你们信灾后避体 你们信吧 不过到时我会哒哒声 他没有哒哒声 他说总之我会避体 但是很奇怪 如果是避体 圣经讲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 你不能说 你信灾前避体 你就早点避体 是不是也要同时避体 不能改变 然后接着第四点 其实我感谢神 神一直教我 一直教我 我用了很多时间去识经 慢慢看清楚 发觉经文是清楚得不得了的 另一点就是说到这个 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经文 在马太二十四章里说到 那些日子的灾难过去 说清楚 很清楚 灾难过去 好像罗亚的时候 不知不觉 洪水就来了 将它全都冲去 人子降临 又是佩洛斯亚也要这样 即是人子降临 好像洪水的时候 那些人还没有准备好 忽然洪水来一冲 全部冲了 就是要毁灭 要审判了 在这个大灾难之后 就会发生这些事情 他们全部要被审判 那时 四十节这个很重要 当时 意思就是当时 即是说 耶稣降临回来的时候 大灾难回来的时候 那时候 很明显 因为有些人否认 这个是被提的 但因为上文说开 已经大灾难 和耶稣回来 然后在那时候 就好像洪水那样毁灭 然后在那一阵 这个是那时很重要的 两人在田里做工 做工就是一路做东西 那在做东西 一声一个取去 取去这个字是什么字 圆文圣经 就是下面那里写着 Para-Lambano 三八八零 有些人说 我不懂希腊文了 怎么办呢 我解释给你听 Para-Lambano 是由两个希腊文字 构在一起的 Para Para 就是在身边 或者接近 Lambano 就是拿 戴着 或者接待 凡接待他 就是信他命的人 就是Lambano Para-Lambano 即是什么呢 接待去他身边 Para 在身边 Lambano 是接受 接受来身边 当主的使者吩咐若汉 带着小孩子耶稣 和他母亲逃往埃及 就是用这个字 Para-Lambano 将耶稣带到你身边 和他一起去埃及 所以这个经文说到 要娶他一个 就不是一个 丢了去 而是带到神的旁边 所以这个 是讲到被提的 看看上一章 那时 两个人在田里面 做着公安 一声 一个拿去 即是耶稣回来 就把他带到身边 然后呢 两个人推磨 两个女人推磨 又一个人带到身边 而路加福音更加加上一句 两个人在床上 路加福音17章 亦是讲到末世的 正在睡觉 一声一个拿去 所以全部都是一个突然的动作 所以这个突然动作 带到神的身边 而是大灾难过后 耶稣降临的时候 所以这个 就是被提了 这个什么时候发生呢 就是大灾难之后 接着第五点 就是马太二十四、二十五章 首先二十九节 说到灾难过去 然后人子降临 有大能力 驾云降临 接着就看到那些经文 全部都说到 两批人见耶稣 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和恶仆 就要被处置了 然后马太二十五章 大家记得有三个比喻 第一个就是十同女 五个被接立 五个被拒绝 然后五千、二千、一千两银子 五千、二千那个 赚回五千、二千 就被接立 一千那个 因为他埋藏在地面 所以他是要受审判的 他是赶到外面 黑暗里面 然后绵羊山羊的比喻 他就特别是说到 马太二十五章三十一节 当人子降临的时候 你们蒙我父赐福的 就进入这个国里面 但是那些人被咒了 就进入永火 所以就说到 耶稣回来的时候 那些忠心的仆人 和恶仆 同时见到耶稣 那些忠心的仆人 并没有预先被提 是到那时一起见到耶稣的 所以这五点 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是在耶稣回来的时候 在大灾难之后被提 并不是在大灾难之前被提 我再很简单地说 第一点就是 基督徒什么时候去耶稣聚集 就是耶稣降临 用荣光废掉敌基督的时候 荣光废掉敌基督 即是大灾难已经过去 敌基督被废掉 第二个经文 就是说到我们复活的时候 两段经文说到复活 都是说到死被得性吞滅 即是再没有死亡的时候 那时我们就会复活和被提 第三就是这个号筒 而这个末次号筒 马太二十四章的号筒 不会迟过临前十五章的号筒 而这个末次号筒 就是我们复活和被提的时候 而马太二十四章的号筒 是在大灾难之后的 没有一个号筒 会迟过末次号筒 因为末次号筒 就是最后一次 再没有了 这个应该就是第七个号筒 再没有了 而那时之前也有大灾难 所以是大灾难之后被提 第四就是大灾难之后 在那时 在那时 人子降临 在那时 忽然间 两个人在做事 一声一声拿去 这个就是被提 所以这个也说到 就是大灾难之后 第五点 就是说到 耶稣回来 马太二十四、二十五章 是说到他一回来 接着那些恶仆 善仆一起面对他 好了 有很多人就说 死了死了 我很害怕 我怎么办 我们将来见耶稣 怎么办 我很害怕 要大灾难 很多人就很害怕 但我们就知道 神是掌管一切 因为大灾难 都是神的手中 我们信靠这个全能的真神 到时我们会经历更多神迹 因为为什么呢 明明不准买东西 你买东西就要拜授 那你吃什么呢 有什么吃呢 一定是要呼求神 所以你看到这个图 到大灾难时 基督徒做什么 不能上班 上班也没用 只能有祈祷 天天祈祷 亲近神 天天都有神的同在 圣灵会指教我们 当说的话 在迫伯的时候 他也会教我们 如何有食物 如何保持安全 就是不会说 叫我们忽然间 又很快被人杀了 如果基督徒全部被人杀了的时候 这个末后的日子 就不会 基督徒就不能够传流了 在大灾难时期 一样有很多基督徒传流 所以这个一定是基督徒 靠耶稣 靠着耶稣 得性有余 我希望大家深信 大灾难是不用怕 因为我们在神的手中 所以这句学是什么呢 学对世界放手 因为很多基督徒现在靠什么 多数基督徒靠钱 靠份工 这些我不是说错 但很多人就靠其他东西 不是靠神 但是到大灾难的时候 基督徒只能够靠神 你钱 人 屋都没有用 全部都没有用 而过时 根本我们都没有电 没有水 为什么呢 你都没有钱买 不能够买到水电 只能够去神的供应 所以只能够祈祷 就像以利亚 有三年半 这是个圣经的预言 三年来六个月 不准下雨 不准下雨 她跑去基立溪旁 后来水都干了 她又去另一个地方 去寡父 神是预表将来的大灾难时期 在那时候 神就用方法供应 或者一些乌鸦 担一些东西给我们吃 无论什么方法 我们就是依靠耶稣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这一段时间 我真的觉得很奇妙 就是 几个认识我的人 都经常见到 末世的异象 大家更多祈祷 为什么会这么多出现呢 全部都是很偶然出现的 Vivian 因为她病 病得很厉害 所以她就看回那些影片 然后告诉我 然后我跟她联络 Vivian 看到她的影片 然后找我 然后Joy 在祈祷的时候 她去台湾的时候 看到这幅画 然后她祈祷 在敬拜的时候 被神大大的感动 然后她就看到这些异象 这个都是神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活日的时间 不会很久 而且你看现在的灾难 是不是很严重 今次这个风暴 非常严重 越来越严重 那些人就说八年一遇 但其实一年多遇 年年都有 永不落空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是末后的日子 我们一起起床祈祷 求主帮我们靠耶稣得胜 基督徒在大灾难的时候 更加得胜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赞给你 感谢你 求主帮我们 我们不要只看重世界上的事 是叫我们看重神的国度 主有太多基督徒 他们只看重他们得到些什么 他们只看重他们有些什么利益 但他们没有想到 我们怎样 最重要的是倚靠神 神喜悦 神就祝福 神喜悦 神就祝福我们 神就帮助我们 我们可能随时 忽然间有一天 忽然间 从新闻知道 有很大的战争 忽然间 这个世界大战就开始 或者这个灾祸忽然间 临到非常强烈的风暴 非常强烈的洪水 临到世界很多地方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个末后的日子 可以忽然间开始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贪爱世界 这世界非我家 而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末后的日子 为主作见证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在末后的日子 我们为耶稣作见证 我们救更多灵魂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末后的日子 我们看到很多预言 仍然 我们更加需要警醒 学习圣经 懂得和他们 讲解圣经所说的话 懂得去帮助他们 多谢天父 神一定施恩怜悯我们的 神一定加力给我们的 神施恩给我们 提升我们的生命 我们多谢天父 神一定帮助我们 到底 我们感谢天父 多谢主耶稣 在这个时候 我都邀请大家 去反思自己的生命 你愿不愿意 在末后的日子 给神使用 因为你只顧着自己 总之不要死 总之我 是否只顧着自己 不要死 或者我要给神使用 你愿意给神使用 你愿意给神使用 你向神举手 我愿意在末后的日子 成为精兵 我预备好 不要受这个受印记 不要拜受 叫我们靠着耶稣有力量 靠耶稣作美好见证 暂立得稳 得性有余 神就喜悦了 就算我们要殉道 就算要殉道 但是不用怕的 一死我们就去天堂 并且未死之前 神会给我们额外的恩典 求主与我们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